2015年8月14号 安省公民移民及国际贸易厅厅长陈国志 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今年11月4号 他将随同省长伟恩前往中国进行商贸访问 随行的将有安省企业代表 11月5号至14号 安省商贸访华团将访问南京、上海、北京和西亚 推广安省在科学、清洁技术、建筑、工程和农业等产业 并力图促进医疗护理和教育方面的合作机会 伟恩、省长和我 在11月4号起程去中国访问 去年都和省长去过 去年都很成功 因为去年都可以拿到10亿元的订单 和大约可以制造到1800个工作的崗位 既然去年成功 希望今年再去拿到一些商机回来 可以令到经济方面继续增长 而重要性就是帮新兴市场 例如中国或者其他 继续有良好关系 希望将来两方面都有益处 这次去中国访问的城市就是南京、上海、香港和北京 这是11月4号起程 11月14号就结束了 希望能够去到多些合同 多些关系 希望我们安生的企业 是哪一个想一起去 去加入这个团 可以上网看到的 可以申请的 此次访问是基于维安省长 2014年秋季第一次访华成功的基础上 上次访华维安省争取到11项投资 总值高达916600万 今天就是陈国志厅长发布会 我们听到是很精彩 特别是我们对华人方面 是安省一个骄傲 因为省长又会再去中国拜访 和中国大家互相交流 很多贸易方面会合作 我们安省这个经济需要一路发展 和中国这个物质关系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华人方面都可以做一个桥梁 这个多方面好像有医疗教育 多方面我们的技术都可以在中国都发展 还有机会在中国方面引进投资 在这里就业方面 这个是非常之我取的 此次访华还将庆祝安大略与江苏 缔结姐妹省份关系30周年 有兴趣参与此次省长访华团的安省企业 可从省府的专设网站上提出申请 这是加拿大网络电视记者发自活动现场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